他是古惑仔中赤炸铜锣弯的山姬 对待兄弟重情重义 发起狠来也从不手软 虽然他长得算不上英俊 身躯还非常瘦弱 但皮皮的样子却深受众人的喜爱 风头甚至碾压正音线眼的陈浩南 我叫山姬 姬八的姬 山姬在戏外也是个风流人物 曾与张博之 孙燕姿等众多女星绯闻不断 但很多人不知道 如今名利双收的山姬 曾经的道路却崎岖坎坷 甚至还被父亲用铁链拴在家里 今天我们就来讲讲 陈小春从山姬变成凤凰的辛酸历程 陈小春出生在吃不饱饭的60年代 家里穷到父母将他最小的弟弟 以3000块卖给了别人 才勉强够其他孩子吃饭 陈小春小时候经常挨饿 所以他不喜欢待在家里 于是父亲就常用铁链将他锁在家里 拿铁链 把你锁起来 锁我的脚 为什么 连在那个铁链 怕你跑了 怕我去用 家里面最大的是我 也许是怕我去到外面玩的话 弟弟妹妹就不理 没什么东西 1980年 1980年13岁的陈小春被迫辍学 瘦弱的他跟着父亲到香港打工 一家人租不起房子 只能睡在龙屋 这种地方也许只有真正住过的人才能感到绝望 狭小的空间夹杂着各种声响和气味 让人难以入睡 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 陈小春16岁时告别了父母 一人去了铜螺湾发展 在一家规模不小的理发店找了一份零工 接待客人跑跑腿之类的 还在工作之余对跳舞产生了兴趣 经常跟着电视上学习舞蹈动作 可没想到自己的这个爱好 竟然成了咸鱼翻身的重要转折点 因此偶然间他听到一个客人说 TVB在招聘舞蹈演员 只要去考试都有机会被录用 陈小春当然不能错过这么一个好机会 因为有舞蹈基础 加上皮帅的外貌 他几乎没费什么力气就被录取了 在培训班学习了两个月后 他以最优秀的成绩 向所有人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还被选入了抱小子组合 为谭永林 梅艳芳 张国荣等明星伴舞 虽然在众多明星的光环下 并没有人注意到一个伴舞的小伙子 但陈小春已经很知足了 他明白成功是靠一点一滴积累的 因此更加辛勤地苦练舞蹈 直到在一次庆功夜上 陈小春上台表演节目 唱了一首谭永林的《水中花》 众人一听都大吃一惊 没想到这个会跳舞的小伙子 唱歌也这么好听 新工厂的老板发现了这个好苗子 就邀请他加入正在组合的一个唱跳团体 陈小春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就这样他和朱永棠 谢天华三人组成了《风活海》 令人没想到的是 这个以唱跳为主的三人却因为一部电影一战成名 1995年《古惑仔》剧组正在招募演员 陈小春一听《野黑社会》马上毛遂自荐 刘伟枪导演看到陈小春自带的痞子味道 很适合电影里的《山鸡》一绝 试了试镜就录用了 陈小春又推荐了组合的另两位 谢天华和朱永棠 就这样 《山鸡》《大天二》和《潮皮三人》 在大哥陈浩南的带领下 以另一种方式掀起了香港电影行业的腥风血雨 电影中只要兄弟遇到困难 山鸡哥永远第一个出手 遇斗遇勇绝不退缩 但是遇到漂亮妹子 他又成了死不要脸的好色男 还把自己的兄弟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前小春将原漫画中山鸡的好色和凶狠 演绎的生动形象 深深地刻在大家脑海 尤其是在大哥陈浩南落难时 他不远万里地从台湾赶来帮忙 这一声老大不禁让人热血沸腾 电影上映后激起了香港市民对那个特殊年代的回忆 一举斩获了2000多万的票房 火遍了两岸三地 成为了当之无愧的一线男星 他在别人眼里也成了不苟言笑 举止凶狠的山鸡哥 公司趁势而上 给陈小春制作了神啊救救我吧 我没那种命等歌曲 为陈小春打造了苦情男人的人设 而这节首歌也成为了经典 直到现在依旧是KTV的《弊点之歌》 古惑仔的成功让导演尝到了甜头 没过多久又拍摄了几部 票房都在2000万以上 但后来身为主演的陈小春 谈起这个系列时却表示很后悔 因为故事情节带坏了很多学生 1998年山鸡的热潮还没消退 他又主演了《鹿顶记》中的《伟小宝》 相信看过的朋友一定都非常喜欢 陈小春改掉了高冷皮睡的形象 将伟小宝的痞子和静气演得入目三分 十分讨喜 刚拿到剧本的陈小春为了演好这个角色 七次演访周星驰 向星爷请教怎么演好伟小宝 而周星驰就给了他四个字 色 玩 鬼 吃 也就是伟小宝最吸引人的四个特点 陈小春像是得到了星爷的真传 真的将伟小宝演活了 剧中的伟小宝风流倜傥 有好几个老婆 剧外的陈小春也不甘示弱 拍戏时和徐浩颖传出了绯闻 后来又在《岁月有情之山鸡故事》电影中 认识了陈柏渝 两人在戏里产生了好感 很快就宣布了在一起 后来因为事业价值观不同 恋情也不了了之了 分手后 陈小春遇到了美貌才华于一生的张博之 他一眼便被这个比自己小13岁的女人深深吸引 不久就被媒体拍到了两人到泰国度假 穿着比基尼在沙滩上玩耍的照片 不过两人并没有公布恋情 也许张博之并没有看上陈小春 转身就与红得发紫的谢霆锋 公布了恋情 后来陈小春发布了专辑 算你狠 也不知道是不是在内涵张博之 陈小春像是被伤透了心 在这之后就很少有绯闻传出了 直到2006年 39岁的陈小春在出演魔鬼天使这部剧中 遇到了他后半辈子最爱的女人 印彩儿 这个比自己小16岁的女孩 性格大大咧咧的 还时不时发出开朗的笑声 深深地感染了陈小春 而在印彩儿心中 陈小春也是偶像般的存在 就这样 两人不谋而合地在一起了 印彩儿的出现成为了他的软肋 他的心态越来越平和 慢慢地从剑拔奴障的山鸡哥 蜕变成有责任 有担当的好男人 在印彩儿26岁生日时 陈小春带着几个最好的兄弟 冲到印彩儿的面前 就跪下了 举起戒指 留下了激动的眼泪 呼伦不清地向他求婚 原来人人敬仰的山鸡哥 也有这么不知所措的时候啊 两人结婚后 陈小春更是彻底成了一个 虎妻狂魔 在各大综艺上不停展现秀恩爱的魔工 特别是在一场演唱会上 一脸严肃的山鸡哥正在唱相依为命 陈小春借助了印彩儿的绯闻 舞在胸口 从专注严肃到满脸笑意 充分体现了对妻子的宠爱 而印彩儿也在微博上将自己的标签改为陈小春妻子 脸儿还被网友评为娱乐圈的模范夫妻 如今54岁的陈小春依旧活跃在荧幕上 前两年还带着儿子小小春参加了爸爸去哪儿的综艺 让众人都熟悉了这个帅气可爱的小暖男 而陈小春这么多年也依旧深爱着印彩儿 脸儿在去年又添了一个小儿子 陈小春曾在演唱会上公开 还深深地表达了老婆的伟大 着实让观众们吃了一大波狗粮 最后也希望我们的山鸡哥陈小春 一家四口永远幸福快乐 继续给我们带来好的作品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如果有想了解的人物故事 欢迎评论区留言 让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